前員工亂咬無限 前雇主成殺人搶毀 手腳刀綁架鐵管 灌水行球毆打逼供 僅靠自白無證據 蔣英龍判15年定宴 總統特赦司法沉默 含冤32年還清白 到底怎麼回事 來看這起被搶劫的人生 蘇炳昆冤案 正義也許會遲到 但永遠不會缺席 大家好 我是好Z 在上個世紀 還在戒嚴的時代 盜匪橫行 警方破案相對困難 因此衍生一種漏襲 只要逮到一個嫌犯 就把其他案件 通通都認一認 手段就是刑求逼供 先宣布破案再說 接著就跟著老Z 回到案發那一天 時間回到1986年 3月23日 地點在新竹市南門街 一間金瑞珍銀樓 凌晨發生搶案 老闆被兩名蒙面歹徒 持菜刀砍傷 還被搶走價值十幾萬的金氏 警方卻毫無任何線索 破案壓力閃道 一直到了6月18日 地點換到了北門街 另一間金珍園銀樓 深夜十點半 老闆發現三樓有可疑的腳印 兩個多小時後 揪出了竊賊郭忠雄 竟然藏在紙箱裡 隨即快速逃逸 之後他躲進了一間信用合作社 誤觸警鈴遭膽 由於兩間搶案的手法類似 警方懷疑都是郭忠雄所為 結果反覆偵訊後 終於公出另一名公分 75年6月19號清晨五點 好幾名警察來到新竹東大陸上 利用這個天色昏暗的時候 一舉衝進了蘇餅昆的家 而且把蘇餅昆就把他壓制住 而對他的第一句話就是 把東西交出來 穿便衣啦 他就從這個褲襠上 他就壓著 我就說 先生你是要把他帶去哪裡 我就這樣發 他就說 他叫我的名字 他就說沒關係 我跟他來 看什麼事情 我坐到航空下 他就說 先生你是要去哪裡 我說我是行 他說他是建材 他說你不要再問 還問要叫我 航海公路 啊門開始 我就看到那個 我的功能 我說那個已經 我四五年沒有跟他來 我簽他一些公司 有兩個有 兩個有冤枉嘛 你三年不要再嫁了 就直接 就從我耳光打下去 我的眼鏡就掉下來了 戴到裡面 就把我說 我外衣脫起來 外衣脫起來 剩下一個內褲 你帶阿水啊 你開車 你東西拿著 我說什麼東西 你要跟他說 我都不知道啊 你要叫他說什麼 這樣啊 你不要我 你要跟他說 你不要再嫁了 就 叫我蹲下去 就綁起來 就開始灌血了 幾名凶繩二下的刑警 要求他脫掉衣服 褲子 接著將他掛在 像這樣子 彷彿人體烤乳豬的裝置上 反覆用著 當時最常用的水型 因為這種烤問法 不會留下任何 行求基證 我這樣綁起來 怎麼樣 這個 他們 一根 不是 一個鐵管那麼粗的 鐵管 沒有啦 插到這裡 手弄那個 柔道繩 綁起來 這腳綁起來 就把你抬到那個 桌上面 就變成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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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這樣 悶起來這樣 這樣灌 這樣灌水 就這樣灌 灌皮缸 灌皮缸 就這樣 就手綁起來 他拿水壺這樣灌 灌水 灌水 後來 一直灌 一直灌 灌啊 開車 東西拿著 阿水 就是 環環婦 一直問就對了 你叫我講什麼 完全 我不知道 你要叫我講什麼 就開始一直行求 一直灌了 後來這樣 那毛巾 拉緊 托龍 拉緊 托龍捏下去 他已經就死掉了 灌水最恐怖是來自於 對死亡的恐懼 但是他又沒有讓你死亡 又讓你有活的希望 水不斷地一直在那邊循環循環 通常這樣子 人的意志力大概 能撐個三分鐘到五分鐘 已經是了不起了 蘇比坤是滿腹疑問 又在生死之間徘徊 在家等待的陳色嬌 同樣不安 四處找警方打聽才知道 丈夫竟被帶去好幾公里外的青草湖派出所 短短幾個小時不見 幾乎認不出自己丈夫 他的手整個都紅了 這樣有灰水 要用牠拖著 我看到 我 完全不一樣 用牠拖著走路 兩人把牠拖著 要牠拖著 牠在說的 我也不知道 譬如說我是怎麼會 用牠拖著 牠沒說 我們直接用牠拖著 用牠拖著牠拖著樓上去 時間來到下午 齊方宣布兩起營樓搶案偵破 大動作召開記者會 蘇比坤這才知道 他竟變成了營樓搶匪 袁警還刻意打掉他的眼鏡 給媒體拍攝 只因為搶匪沒有戴眼鏡 我那個公里叫做 我都叫到怪手 牠就跑到我旁邊 我以前外號連他叫低耶低耶 豬啦 我真的沒有辦法 被刑囚沒有辦法 才咬我這樣 我說你看看是不是 他有聽到喔 那個女人說 對對 結果郭忠雄又被帶進去 又被打了 又被刑囚了 在低耶 他整個身體那裡 都是傷 朱炳坤當年36歲 開著高級家具工廠當老闆 底下數十名員工 正值人生巔峰 也沒有任何債務問題 與人為善 怎麼會突然去搶銀樓呢 至於警方 有搜出哪些證據 答案是 一個物證都沒有 而且只開了一次偵察庭 就以強盜 殺人未遂 將他起訴 一百萬的是一百六十五到一百六十八 體型瘦小 鼻子很挺 帶黑色的毛織品的套頭 兩個眼睛 我們那個功能是戴褲襪 褲襪 到那個北門街 也 金元町 金元町 金元町去討 去帶褲 完全不符 他說我準備車子在經國路 我不會開車 為什麼要準備車子在經國路 後來又改了 後來又改說 是他開來的 是他開來的 起訴書寫 蘇炳坤由銀樓後方四樓翻上五樓座外 事實上銀樓後面 只有一棟三層樓高建築物 蘇炳坤當時自己是家具行老闆 收入不錯 根本沒有翻案動機 就連物證受害銀樓也否認 是他們家的 郭忠雄後來翻供 說自己背刑球才咬蘇炳坤 但一切沒有用 都是憑仇有限的證據 幾乎每一項都是有瑕疵 那根本沒有科學證據 剩下都是用證人 所謂證人就是被害人 被害人的說法也有瑕疵 心想路線 歹徒特徵全都不容 也沒有起出髒物 通連等 新竹地方法院一審認定 兩人沒有搶金瑞珍銀樓 宣判無罪 沒想到上訴高院 竟然逆轉 該重判他15年徒刑 理由是經過調查 警察沒有刑球 蘇炳坤不服 提出上訴遭駁回 就這樣快速三審定業 在高等法院那法官 我跟他講說我們有刑球 他怎麼跟我講 都現在都是科學辦案 高原那個法官拿那個褲襪 問他太太 是不是這個 那個金瑞珍銀樓太太太 她說不是 是黑色毛質品 那個法官說 是不是這個 她說不是 是黑色毛質品 就是醫藥跟你判起來就對了 法官調查警察有沒有刑球 就是叫警察來 你有沒有刑球 就這樣啊 所以這是很荒謬的調查方式 比較奇怪的就是說 他其實被刑球 但是他沒有自白 還是被判15年 這個其實是有一點誇張 自認清白的蘇炳坤 怎麼會願意做冤老呢 妻子找上主檢執行檢察官高欣武 希望能延期發肩執行 結果高欣武發現 此案的問題很大 他們可能製造了一樁冤案 邊讓蘇炳坤邊逃邊申冤 而這一逃就是十年 而他哪都沒去 就逃在家裡 我門都關起來了 晚上的時候我都不敢睡了 我在那個從二樓看過去 國二教宗那邊看 等到差不多2點3點我才睡覺 睡不著啊 逃亡期間蘇炳坤躲在家裡 房間裡收藏的上百個小茶壺 是他唯一的寄託 讓他暫時不去想 命運怎麼對無辜的人 這麼殘忍 講真的啦 大兒子六年級剛畢業了 最小的還 最小的女兒 最小的我還在抱 那時候燕婉就是我太太 去當工廠電子公司上班了 整個工廠都沒有了 老到要省些日 那一隻 所以說他又不在 我也不在 省起來是 我就不愛 我真的不喜歡 一點點政績都沒有 我到處省其 每個人拿資料一看 怎麼跟你判這樣 怎麼這樣判的話呢 我們沒有做嘛 被冤枉這樣 你看 講真的啦 有時候晚上到後面 我那陽台後面 想起來我也會掉 雖然沒有入監 卻一刻都無法放鬆 因為檢察官 適度申請再審 適度申請 非常上訴 通通被法院駁回 怎麼會這樣呢 而某一天 一名喝得醉醺醺醺的圓警 登門來查戶口 蘇敏坤一個不注意 親自去打開了門 他那時候看到我 他也沒有認到我 我就趕快跑到二樓 我從二樓門跳下去 剛好有一個那個 石面華 砰一聲了 情景聽到了 他就馬上問我女兒說 那個是誰 我女兒跟他講說 那個是我叔叔家 結果去找盆南雄盆主任的警察官 那個是第一次 第二次來了 盆主任的警察官 生氣了 說我已經交代你們不能動他 你為什麼還要抓他 是沒有人可以抓嗎 你要抓到我宿舍來裡來抓 1997年 蘇敏坤因為皮膚乾癇問題 會固定到林口長庚醫院拿藥 卻人被警察包圍帶走 正式發肩執行 而他在義父陳景彤得知消息 跑去新竹地檢署外 用生命死見 抗議司法不公 震撼社會 後來我進來 第二次進來 那個街務課長就說 我幫你當作無罪之人看待 不跟你理光頭 不跟你下工廠 叫一個人跟你照顧 要感謝時很多人 尤其是我那個義父 他為了我事情 也是掉到死掉 但是我在裡面 我都看不到報紙 在那邊睡覺 天天做悶 心情滿臉 臉都是眼淚 一直睡覺都是 我一直喊 硬往硬往這樣 或許上天 看見了蘇炳坤的淚 2000年底 事情有了轉機 蘇炳坤案等 二十一檢的特色令 罪行之先告為無效 感謝社會大眾這樣 因為是他本來就清白 這樣子我們很感激 謝謝 可能我父親在天之名有保... 保佑我嘛 我是清白的 我父親過世的時候 他很擔心我的事情 就是這樣 非常感謝 感謝大家 感謝大家 這麼慈愛的生意 對 沒有事情 沒有事情 清白了 十四年 不要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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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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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隨便人 我都想 好想領袖 這大條 來講講講講 行不如洗 這樣講講 沒有辦法去洗 我們的檢查系統 非常清楚 他是被了黑鍋 他是冤枉的 但是呢 幾次的司法救濟都沒有辦法 那我想 社會各界都共同認定 他是冤枉的 國際聯權日之天 蘇炳昆獲得特赦 同時也是他父親八周年忌日 意義格外重大 回頭 他想申請冤獄國賠 卻被駁回 這才發現 司法並沒有還他清白 他對當年行求警察提告 不了了之 恢復自由宣的蘇炳昆 歷經賣茶業當保全做清潔工 朝朝暮暮想的就是無罪判決 只是司法最後一里路 竟是如此漫長 我太太講說 那個總統特色了 我太太說 算了算了 我說不行 我的個性決定不能這樣 一定要把這個公道討回來 特色是總統給我的 就要接著 司法沒有給我 司法沒有還我清白 我請問家裡你心會幹嗎 赦免這個東西都帶有一些恩賜性 只有司法的審理 那那個名譽的回復 才是真正的回復 司法最後判決無罪 改判無罪 會刊登在公報上 那是國家認證說 你是經過司法審理之後的無罪 特色狀就掛在牆上 但蘇炳昆需要的是司法還他正義 第五次申請再審 一等又是17年 那在我們這案子裡面 當時也產生一個問題 結果特色後不能申請再審 還為了這個事情 後來最高法院不敢處理 因為檢察官有很強烈的表示說 這會有法律上的爭議 所以後來最高法院還請了 三位專家證人 專門處理這個問題 蘇炳昆曾巧遇郭忠雄 對方是深感歉意 但其實他也算被害人之一 蘇炳昆也曾經在南寮 碰上刑求他的刑警 他都直求對決 只是對方仍強調沒有刑求 但據說這些當年刑求的刑警 都在四五十歲壯年的時候去世了 而等到2017年9月19日 第五次申請高院 終於裁定再審 隔年父親節獲得平反 判決無罪定業 蘇先生你的委屈以及苦難 會換來進一步的司法改革 沒有 謝謝生活法改革 高等法院罕見開放媒體 入場拍攝 蘇炳昆當庭激動落淚 鞠躬道謝 長達三十二年的冤案 司法終於還他清白 煎熬了三十二年 叫我高興我 我真的高興不起來 講良心話已經太晚了 我講話我都講坦白話 已經太晚了 我已經快七十歲了 三十二年前我就是清清白白的 我講一個坦白話 是司法虧欠我了 我沒有虧欠司法 要回想說過去這三十幾年來 這日子他 他蘇炳昆他實在是很痛苦 直到2017年9月 蘇炳昆獲得再審 2018年8月 高院改判無罪定驗 創下總統特赦後 獲判無罪首例 2019年3月 判冤案賠償約445萬元 蘇炳昆怎麼會讓他折磨了三十多年 因為時間的漫長 就是對人的折磨 在冤案平反的過程當中 時間真的 我很少看到哪一個幸運的案例 可以很快就翻案 其實真的都努力得非常的久 三十二年的污名 失去自由的943天 從壯年賣入老年 黑法等到白法 那些不講理的行求 不合理的有罪推定 難以撼動的判決潛規則 蘇炳昆只要出現在鏡頭前 總是淚流滿面 司法奪走了他的大半人生 即便平反 也無法輕易的走出來 而真凶呢 依舊逍遙返外 最後再聽聽他的心聲 我是小Z 我們下集見 你看他這個 當刑警的人 這個事情做得下 我講得不容易 他真的會截止截孫 我真的講這樣 就是我今天很 唉 平常都是這樣 沒有笑容 從來沒有笑的 很少 我講幾句話說 假的在判我無罪來講 還我清白 那陰影也是沒有辦法拔掉 我到現在 我還莫名其妙 我犯了什麼罪我不知道 人家來採訪我也是 我的釣魚是眼淚 開設廳我的釣魚是眼淚 被冤枉的心情 你們那些法官什麼 坐在高高站上 這些被冤枉的心情 要替人家想一想 對不對 不是那 譬如那幾百萬幾千萬 就有什麼 那換一換 給他們去觀觀看 那些法官